大家好,我是老韩 今天咱们来给大家聊一聊人工智能来生成内容 那么相信很多人其实已经接触过了人工智能去创作视频文案 或者创作其他形式的内容 那么像这种形式在目前平台上可以说出现了很多 而且相关的这种工具以及这样的一些平台也有很多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形式在目前的自媒体平台当中到底能赚钱吗 或者说普通人真的就可以非常简单的去靠这种方式去赚钱吗 这里先给大家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是大部分普通人其实是没有办法靠这些形式去赚钱的 因为这些形式相对来说入门的门槛会非常高 也就是说它对于技术的门槛相对来说要求是比较高的 虽然有一定的这些平台注册的门槛很低 但是针对于转化成自媒体内容这个过程 还是需要很多的步骤去进行操作的 不是说简单的注册个账号 然后随便给它一个标题 那么它就给你生成一个完整的自媒体内容 像这样的话基本上是很难实现的 那么这种人工智能创作内容的形式 其实本身来讲 如果是去进行单纯的这种文案写作的话 一些书面化的文字陈述 这个是没问题的 而且可以说非常简单快速有效的就能够操作出来 但是对于自媒体内容来说 它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生成的这些内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大部分它是不是用于自媒体平台的 或者说机器人的语言表达方式 它跟自媒体的内容表达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像这种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 它更多的是偏书面语一点的 这个希望大家能区分 就是我们做视频也好写文章也好 一定不能太过于书面语 你写的跟这个论文一样 跟一篇这个权威的文章一样 像这样的内容放在自媒体平台上 放在这种大众娱乐的这种传播媒介当中的话 它是很难产生有效的播放量的 就是大家都不爱看 那这个事呢 它就自然就没有办法往下做了 因为没有有效的数据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获得比较高的收益 那么目前主流平台当中存在的这些内容呢 咱们来给大家简单的聊一聊 其实呢 对于自媒体来说 冲击比较大的 就是解说类的相关的内容 目前在平台当中呢 有很多这种人工智能生成的 解说类的视频 像这些内容的话 对于原创作者来说 冲击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些内容 它是不靠人工去创作的 就是纯靠机器呢 去自动生成 当然这个过程啊 不是说一秒两秒 一分钟两分钟 就能把这个内容呢 给生成完成了 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这个时间呢 有的可能几十分钟 有的呢几个小时 不同的工具 耗费的时间呢 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内容 需要用到的素材不同 清晰度不同 处理的难度不同的话 时间呢也是不一样的 我们最常见的 就是一些互联网当中的 一些视频文案 一些这个解说类的内容 那我们最常见的 就是像一些这个电影电视剧 像这些内容 大部分呢都是利用 这种生成的文案 然后直接从网上 去找来的视频文案 拼接到一起 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工具 自动呢去进行剪辑 然后生成这种视频 像这些工具 目前啊 大家应该在外面 是找不到的 很多团队啊 运营过程中呢 都是在用这种工具 那么这种视频做出来 基本上可以说 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 制作起来相对比较简单 任何人呢 他都能做 只要你掌握了这个技术 有这个工具 那这个方法就能做 但是大部分普通人呢 其实是接触不到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 像这种形式的内容 在目前自媒体平台当中 做正常视频的话 单价呢 是非常低的 所以呢 只能通过一个方法 就是咱们最早的时候 给大家说的 拉长视频的时长 因为视频的时长 拉长之后呢 意味着用户在平台当中 留存的时间 就会变长 那么用户留存的时间 长了之后 自然而然 带来的收益 就会高一些 这个呢 是它的特点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 一般来说 对于个人创作者 那做一条几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以上的 这种视频 那是很困难的 但是像这种生成类的内容 基本上呢 就是一个视频 好几个小时 甚至呢 有很多账号 都在发这种 五个小时以上的这种视频 那么像这些视频 因为它是电影电视剧题材的 对于这种纯剧情类的解说 相对的受众呢 还是有一部分的 那么这样产生的播放量 所带来的价值呢 其实是非常高的 能够获得一个 起码来说 比较正常的单价和收益 那么这个环节当中 除了我们所说的 搞定文案之外呢 还有相对应的 这个视频画面 同时还要进行配音 完全整个流程呢 都是人工智能进行处理的 只不过说人工呢 也需要操作 当然等待的时间是很长的 制作一个三小时以上的视频的话 通过这种方式去做的话 其实耗费的时间呢 也是挺长的 但是个人创作者去做的话呢 那可能用三个小时 也就做一条十分钟左右的视频 和这种形式的视频对比的话 说不出来到底谁好谁不好 如果说个人创作者 能够做得好的话 那可能取得更高的收益 但是因为这种方式呢 比较简单 所以说呢 在片团当中有很多人推崇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解说类的创作者 放弃自媒体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种同质化内容太多了 但是平台呢 还是愿意给钱 原因呢 很简单 一个是因为这种内容呢 用户愿意看 能够产生有效的播放量 那这个对于平台来说呢 就是好事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能增加用户的留存时长 就是用户看一个视频 可能呢 好几个小时 但是如果要看其他内容的话 可能一个五分钟的视频 用户在平台当中 想要留存两个小时 那么起码得看几十个视频 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这个呢 是在平台考虑的角度 所以说目前平台 是不打击这种行为的 也是不打击这种内容的 所以它的存在呢 在目前是合理的 能够获取正常收益 但是这种方式啊 同质化过于严重 剧情类解说的话 大多数的情况下 像这种纯文案解说的 这种内容呢 重复度很高 大家呢 可以去看一下 在目前平台当中 很多相同的内容 基本上文案都是一样的 可能呢 视频画面不一样 但是整体的视频 重复度非常高 在今天来看 这种形式的内容 总体数量 还不够多的情况下 那这种形式的内容 存在呢 还可以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 半年以后 一年以后 像这种形式的内容 出现过多的话 你就会发现 平台呢 基本上就开始打击了 一旦这种形式的内容 趋于饱和之后 分到的流量 占比足够大之后 那么平台呢 肯定就会进行筛选 到那个时候 就基本上就做不了了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方向 就是文章类的创作 那么文章类的创作呢 就是单纯的靠人工智能 去写文章 然后呢 自动生成 自己去配几个图片 然后呢 就能发布 像这种形式 目前呢 也可以做 但是呢 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你的内容 整体字数 一定不能太多 大概呢 在1000字到1500字左右 再多的话 用户呢 就没有耐心 把这个文章给看完了 所以说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么如果说字数太少的话 少于1000字 甚至只有几百字的话 那么自媒体平台来说 它的单价系数呢 是会给你下降的 就是本来你的单价 是正常的 一块钱 可能呢 只给你0.5 也可能只给你0.3 给你降的更低 这个是目前平台的一个特点 那么做这种内容 想要产生有效的流量的话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人工智能生成的这种文章 它的缺点呢 就是纯书面语的表述比较多 那么你想要产生有效的流量 想要用户愿意看的话 那肯定得去满足一个条件 就是你的这个话题 一定是非常吸引人去看的 就是经常去追乐点 做一些乐门性质的话题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内容呢 咱们之前也给大家说过 就是你的账号呢 其实是很难做起来的 就是账号本身能够有流量 但是粉丝粘性呢 几乎都是很低的一种状态 也就是说 粉丝大多数呢 他不会根据这种内容 长期的去关注一个账号 所以这种账号可以说 做了今天没明天的 基本上就是很难长期运营下去 但是短期之内呢 可以获取一定的流量 可以得到一定的收益 但是长期呢 肯定是做不了的 好了 今天呢就给大家聊到这 客人就在视频的下方 感谢大家点赞关注 转发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